我們到了Kovenhagen啦 早安 今天是在Kovenhagen的第二天 今天我計劃了去新港 很有名的Kovenhagen的打卡位 我會去看美人魚 所以今天早起床就化妝 因為今天會拍照 所以就化放美妝 因為我不太想想出去吃什麼 所以我的早餐連午餐都會在Hostel搞定 這裡一杯咖啡20多港幣 其實也不算貴 然後再買了這個三文治吃 這個是Chicken和Bacon的一個三文治 大約港幣就40元 我打算順便坐在這裡用Wi-Fi去搜尋 我應該坐什麼斜去的美人魚 所以現在就是我的午餐了 其實現在已經12點 但今天算是我在Kovenhagen的三文治 算是比較期待的行程 因為新港的位置拍照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覺得隨便選一間咖啡店 都會覺得個人很放鬆 因為它是很漂亮的 然後有些海風 應該是很舒服的 哇 它的三文治都很足料 我吃完東西就搭車出來了 現在到了第一站的景點 就是去小美人魚這個雕像 基本上每個人都來到Kovenhagen 都一定會來的一個景點 那我現在就走過去了 其實已經看到了 真的很小 比想像中小很多 這個就是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的一個雕像 是不是比想像中小很多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成為一個景點 大約其實它就是 丹麥的一個啤酒 Casper Gassiba啤酒的創辦 他做出來的 有一次他不知道 好像看完其中一個show 他就忽發奇想 然後做了這個雕像出來 但是作為一個遊客 是有點失望 為什麼是這麼小的呢 不要緊 這裡有超級多人在拍照 應該全部都是遊客 既然來到其中一個景點 我覺得我也要拍一張照 老實說 我覺得海比雕像漂亮 對 去完The Little Mermaid這個美人魚的雕像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景點 叫做Cas de Luz 我剛剛用Google Translate練習了很多次 它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它這麼值得來參觀呢 首先第一 一定是因為它是免費的 第二 其實它在歐國家裡面 它算是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堡壘 既然它不用付錢 那 來參觀一下也不壞 它這裡的房子 全部都是用了紅色的專長設計 然後它們是用了白色的門和窗 是否覺得很像某一樣東西呢 沒錯 就是丹麥的國旗 來到Corbanhagen的這兩個景點 我第一個反應是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堡壘就是 都是紅色的專長的房子 然後後面這一邊 就會有一個公圈 可能讓大家進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坐一下 還有其實這個軍營 我沒有看到有軍人 那它現在呢 還是用作一個軍營的用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COVID-19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不算是超級多的遊客 我走的時候 大家都是慢慢走 然後其實都沒有什麼人 好了 我想我這個景點可以走了 然後我們來到羅心堡的城堡 它這裡旁邊呢 就有些東西好像維修一樣 所以門口其實不是太漂亮 因為它好像維修一樣 我決定呢 就在這裡拍幾張照就算了 因為入場費呢 其實都需要一百五元港幣 這幾天呢 看到太多景點了 都未被消化到 所以呢 就打算在這裡拍張照 其實都挺漂亮的 剛剛參觀完這個羅心堡的城堡 在它旁邊呢 就有個The King's Garden 這個地方就好像一個公園 這個是我參觀過最大最大的公園 是這裡都有不少人啦 其實你可以在這裡逛逛一天 逛逛一天 逛逛一天 其實都不錯的 到時候可以按燈一下 ת beh 再見 攻! 我們群人 Ask were 快到了 完全沒有 出去 在這間 我们终于到了飞特列教堂了 在Corbenhagen很多地方走就已经过去了 景点基本上在同一个地方 在中心位置 走过来也不是很远 我们来到飞特列教堂 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做marble church 就是大理石教堂 意思就是他用来建这个教堂的材料 很多用了大理石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纹是大理石的纹 這個將會是我在歐洲第一個去的教堂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實用 Jet walk 你別到天哪 終於可以坐下了 剛剛下雨了 雖然我們知道每一個站跟站的距離是很短 可以在一個景點走到另一個景點 但當它下雨的時候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我今天剛好就沒有帶傘 幸好又不是很大雨 我走到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我今天會在這裡吃夜晚飯 因為稍後會約了我一個香港的朋友 會在這裡新港吃夜晚飯 所以就住了一個美星 這裡有彩色的房子很漂亮 我剛好走過 我看到這裡有一口鍋夫 我很喜歡吃甜品 我點了一個鍋夫 上面有一個香蕉朱古力的雪糕 好像很好吃 我剛剛已經試過味 這個雪糕是超級香的香蕉味 很好吃 我終於可以坐下 覺得超級感動 我已經斷了 什麼事 不要緊 我也是吃到的 當我想吃東西的時候 這個二致堅定就可以了 很好吃 大家我在Corvenhagen找到一間餐廳叫Hong Kong 不過他已經撿了一粒 OK 哈哈哈 撿了一粒 你看 貼了這些紙 哈哈哈 什麼事 是兇的 Cheers 最後還有一個Creme Ballet 又吃芝士了 還有這個Salami 還有酒 超好吃的 剛剛我們在吃芝士和羊 然後 有人請我們吃這碟Pasta Oh My God 好香啊 我想說 好感動 今天是在Corvenhagen的最後一天 今天又是跟以往一樣 其實我通常都沒有怎樣計劃什麼行程 還有其實Corvenhagen 我覺得兩天都已經玩完了 Total 我計算過大約都去了十多個景點 因為它的景點全部都很集中 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其實你很快就去了 然後 今天我還沒想到我要做些什麼 我現在還在吃第一天在超市買的車 做午餐 這兩天Corvenhagen的天氣都是一般的 昨天和今天都還在下雨 因為天氣很陰 說真的想拍照 其實也不太能拍到 那我好好想想一會去哪裡 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Freetown的門口 裡面其實是不給拍照的 所以一會兒我不會拿著這部Globo拍照 我在門口跟大家說聲 我現在進去了 那上網看 其實這個地方是有少少危險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去旅行就是有冒險精神 所以我決定要進去看一看 因為我看到上網的照片裡面的 建築或者設計其實是很漂亮的 但裡面的犯罪率好像都比較高 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進去了 我們已經偷偷進來這個自由城了 因為這裡不可以拍照的 所以我不說話了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有少少太大膽了 那時候我自己一個女生去這個上網 都說很危險的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是完全不害怕 雖然讓我多選一次 我也是會再去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呢 大家都覺得很危險呢 因為它是完全不受這個丹麥政府的管轄的 它是一個我宣稱是一個自治的地方 裡面大約會有八百多到一千名的居民 裡面其實很多人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稀皮士 自由藝術家 草根運動的人士 就是這些很自由風格 很強烈的人 跟這個其實康奔西根本身城市裡面 比較輕鬆的氣氛 是真的好位不同的 那現在這段影片 其實我就用手機偷偷地錄了 但其實我也是完全不敢說話 因為我真的想拍一拍給大家看 譬如它有一些桃鴉 我都覺得是挺有特色的 特別一提就是裡面是可以吃大麻的 那我走的時候 是很多人問我買不買 然後是整條街都是那種味道 就是康奔西根的城市裡面 那個感覺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如果讓我再選一次我都會再去 但是 我現在看回我覺得 為什麼我那時候這麼大膽呢 我現在看完 也對我來說 我們是因為我想要出色 queens 進去我也是 這麼大的區別 我甚至是想要出色 又是我也想知道 看到 atra健康师 甚ez,我就是認識了 吃飲料,吃飲料,而且每天都是吃薯仔 剛巧我看到這裡有一間是吃中國的東西 它叫China Box,有飯,有麵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尺寸 這麼大的盒子,裡面有四個菜 都是55元的丹麥克朗 在這裡來說算是挺便宜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來吃 吃完這個我就回酒店拿去行李 我就去乘巴士,去奧丁斯城市 去奧丁斯城市,叫奧丁斯城市 去奧丁斯城市,不單單是去旅行的 這次我還去了農場工作 所以下一集就是我的農場系列啦 先倒為快,讓大家看著小動物 看歸看,記得訂閱我Brandys Wonderland的YouTube Channel 按讚這條影片,最好就留言 這條影片就更加容易給其他人看到啦 下次見,拜拜